你誤入了一個佛性 哇 這個攝影機有加持 然後這個攝影機問題拍走了 又碰到一個好色的攝影機 一拿砰 又摔斷了 因為不相應 所以我想各位 任何東西都是天然自然 只是你家喻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阿彌陀佛 所以他變成佛女 越多人看 越多人擺他的力量越大 但是如果他是做一個性感美女 然後都讓人家引起念頭 然後他就模擬附在上面 你沒有念頭 看到他也會起歪念頭 這樣了解嗎 這個念頭很重要 是你再怎麼樣的去對待對待對方 所以你用悲心的念頭 會把魔也生起悲心的念頭 然後我們要去改變它 所以佛作說 所有慈悲的念頭 合起來叫オマリベメホ 慈悲騙一切出 慈悲包含所有的教法 慈悲融色所有的波羅蜜 所以慈悲心 不管你是念阿彌陀佛 你オマリベメホ 你咬詩咒 它就融色一切 所以叫三世諸佛 慈悲總極的力量 オマリベメホ 那當然任何一句佛號都是 只要你有悲心 這是我剛剛講的 那我們念オマリベメホ 因為做煙供 做妖供 然後又有陽光 黃昏一拍下來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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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佛光一樣 對我們來講是佛光 對老外星是罵的還佛光 萬八為心照 對不對 我們覺得好美 好香 對不對 警察在哪裡有香 所以我想有一個佛心 看世界什麼都變佛 沒有一個佛心 它變成一個障礙 對不對 一個障礙 就像我們在這邊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念佛太好了 我在這邊不必再幫我助念 那如果不念佛的人 開玩笑我家又沒死人 對不對 幹嘛念佛 所以心態決定一起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個觀念 你去調解心態 去看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你修行的祝緣 因為它在顯現 它的這種緣起的 輪迴的過程 讓你去開悟吧 這個叫圓絕 圓絕就是沒有老師 無私自悟的 這種高根器者 叫辟之佛 也因為如此 它斷除了這些 輪迴的因而開發神通 但是它不說法 因為神通以後 因為它知道說法 人家也不信 它顯現神通 就像說整個學校 就我一個人學佛 所以呢 我這一朵蓮花 要綻放出特別的光 只要在路上看到這麼多人 來來去去 我都在歐馬里边面空 自然慢慢慢慢 它們的菩提種子就會現出來 偉大必以孤獨同在 孤獨才會進進 一個人當他有所依賴的時候 不容易 所以佛陀講 也講 一條路 不要兩個人走 好不好玩啊 很多女眾 師父我就跟你修行 沒有 你自己走 那我就不修了 一個路 不要兩個人走 因為你在這邊已經開悟了 你還跟我幹嘛 啰哩把鎖 所以 因為我們要去走孤獨的路 當然啊 佛法是這樣的 就像各位你在這邊聽 聽了老半天 你都聽不進去啊 那也沒辦法 對不對 陽光照到石頭 那也好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含包帶放的蓮花 一走 砰 就打開了 佛性就升起來了 那一定要讓自己 保持在那種狀態 所以要懺悔業障 累積资粮 讓自己呢 找得开花 所以 见到自信 你见到的自信 就是空性 就是無我的快樂 那你也可以让别人 从你身上 见到自信 念一下 见即解脱 记住 我们是一朵 世間廉花 受到八观灾戒 又发起了菩提心 有出力心 有大悲菩提心 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是世间廉花 并不是你的外表 你写一本书 你打一通电话 你的手机 你的配件 还是别人看到你的影子 都感受到 世间廉花 因为法律 不可思议 所以佛佛萨会借用各种形象 各种形式 去利益众生 但是你只要保持这个心 那就是说 这个电灯有在充电 你保持大悲菩提心 它永远亮的 了解吗 你的大悲菩提心不见了 它就不亮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形象 生老病死 乞丐皇帝 你保持大悲菩提心 利用这个世间的像 乃至你用过的东西 都有加持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很爱你的儿子 他的房间 就算他往生 你都会保留的 你只要进他房间 你就会掉眼泪 因为他的力量在 你的爱心在 这两个合合 他就在了 所以那你一直要保持这个 一直要保持这个 所以什么叫真爱 就是让对方能够离苦 让对方得到你的福报 对待每一个人 对待每一个生命 就像各位来这边14天 再过几天 我们终于离开了 但是你要含着眼泪 也就像跟房子跟妈妈说再见 这边的房子 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要所有的功德都融入在这花草树木 那个床铺 那个毛巾 那个洗手台 好远 后面用的人 得到你所有的功德 你要含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对待 有情无情 皆发无上菩提心 所以昨天我到大宝宝法王的闭关的房间去禅修 那里面有价值 那一尊佛像 还像真的一样 当然这边管理人为了保护这边 只有少数出家人可以进去 因为他要保持里面的价值 还是真有价值的 所以正面有正面的价值 负面有负面的价值 如果那个柱子有一个鬼 你永远会觉得有一个鬼在那边 人都有感觉的 所以你要去超度它 所以那我们要留的是正面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所以任何一个老法师留下来的一块布 你看到那块布你就有价值 所以菩萨的心态 他可以透过任何善巧方便去利益众生 所以人的肉体的生命会死亡 但是人的精神生命 这种功德力 永远会留在世间 所以虽然过几天我们大家各自会离开荷兰 但是荷兰也为我们永远的爱 有 不但有还正继续在增加 各位要永远回向荷兰 好不好 的人是地 然后呢 乃至你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见过的每一个人 所以你要开始 比如说你在念欧玛丽勉勉弘 你千万不要眼睛闭起来 有时候很浪费 你在念欧玛丽勉勉弘的时候 前面走过去的每一个人 开过去的飞机 每一部车子你都给它吸收了 你都给它连线了 这个叫空性 一定要记住它 一定要记住它 然后呢 永远的 虽然我可以见面你五分钟 但是五分钟就是永恒 这个爱永远不间断 如果你要成佛 千万要记住这个 因为要让你的 你的众生缘 你的资粮越来越缘 现在你现在念欧玛丽勉勉弘 是为了一千万人在念 现在你在念欧玛丽勉弘 是为了五千万人在念 因为你开始 接触这么多生命 这么多地方 所以你的资粮才会广大 所以你要一直保护这个 那我想不断的练习 比如说你在念 永离生死轮回 你要很真心 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 赶快脱离轮回 轮回好苦 好苦 所以也发起菩提心 得正佛果不退转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推动 因为一个人要追求成佛利益 众生真的很苦 但是这个苦非常有意义 他要生死百千万遍 但是怕苦就没办法 所以你要去拥抱痛苦 拥抱众生 因为这个苦就是 你降服我之最好的方法 你要是太保护自己 那也不行 因为有些人怕做错事 所以他不做事 那这个也不好 所以就像曾经有一位法师 那我们帮他录影 录影完以后 然后我们要赶快播 这个法太好了 他说这不能播 要等我们每一个字都叫对 没有一个字错才能播 就听起来也有道理 那时候跟他说 法师先播 那我们再叫对再叫对 以后正式要出DVD的时候 不会有错 要赶快让众生得到里 不行 完了 我只能说 太干净了 你这个洁癖 那就 就有人就这样 等我成佛才度众生 我现在不是佛 我不要度众生 免得我做错事 这个还是保护自己 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在 妈妈炒菜 反正肚子 先吃再说 然后肚子没关系 至少不要饿 你不能说 等我全部菜都剪好了 对方已经饿到了 所以 那你随着 菩萨自慰度先度众生 为什么这个度并不是就进去 至少先减低痛苦 对不对 就像急诊处一样 先止痛 先止血 然后再来找开会 怎么样处理 所以我想 很多事情在拿捏上 要因为众生太苦 但是虽然我们不圆满 但佛菩萨圆满 没问题 我念阿弥陀佛 没问题 我念观世音菩萨 只是我这个观音菩萨 如何圆满 就看我心目圆不圆满 你的心圆满 念出来的观音菩萨的力量 就圆满 你心有一百分 观音菩萨的力量 就变一百分 所以我们要有圆满的 十五的月亮的 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我们会观想 莲花的绿色的枝 树枝 叶子 这个代表出离心 然后中间的圆 代表大悲心 然后上面的 也代表菩提心 由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显现出来的 观音菩萨 由种子字 空性显现出来 当然你 你可能很会观想 但是如果你会观想 这里面没有加入 基本的正确的 大悲 菩提心 空心 这种真实的修行 跟动机 那观想只是 在画一个图而已 所以有时候 但是佛陀说 他也没办法 每个人心态 是你的心态 我也没办法管你 我只是告诉你要不要 这样做 所以修行 师父引进门 但是佛陀说 我只是导师 你要不要解脱 靠你自己 因为没办法 佛陀叫我们 舍弃这些负面的心态 你不想舍弃 那没办法 你不想舍弃 就是苦 因为你认为说 这个舍弃才苦 事实上不舍弃 才是真痛苦 放下 放下就没有痛苦 一般我们的根据 就是放不下 因为我要保留 我自己的那一个 喜欢 那个执着 那你就看不到 全盘的佛法 你没有出离心 那当然佛法 就变成人天福报 非常好 至少你有战士的快乐 也好吧 但是所有佛法的外表 不离开人天福报 只是动机不一样 今天一样供花 是人天福报 但是我们是用空性 菩提心 那就是一个 成佛的质量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供花是人天福报 不必了 我念咒 我观想就好了 那个不用了 那个是人天福报 那这个是骄傲 你看不懂佛法是什么 所以最深的 都是从最简单的表现出来 所以喝茶吃饭 那就是最甚深的佛法 但是如果你有分别 对你来讲 就有可怜了 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力 你们修的是人天福报 那以后你会穷死 人天福报 你没饭吃 所以我想 虽然佛教讲五秤 三秤 但是他做的都一样 拜佛一样拜佛 共襄一样共襄 帮助老人一样帮助老人 放生一样放生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 你每天都放生 供养 这些都是人天福报 甚至海盗法师 你要不要讲深一点 我说我已经讲很深了 或者我已经不是你听得懂的 他说不会啊 你这个太容易了 我说我是演卡通给你看 问题他看不懂 我说爸爸 讲深一点 说来大家来讲人言经 讲到你睡觉 我也睡觉 大家都听不懂 有些人喜欢表现 我很深 是他自己一点都不懂 因为他认为这个圣深 圣深 讲了 所以我有时候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 居士在讲课 我都会注意看 然后他去电视上买十段 然后我都会注意看 那是不懂的讲给 不懂的听 因为他根本一点都不懂 那你看他脸就知道 不是在讲课的人 他脸是凸显 我是老师 我很会讲课 但是各位 一个能够表发的人 那是素食的因缘 天生利子 有没有看过 皮肤美的 不用画东西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想我师傅常叫我分辨 你听这位法师讲课 电话 你就要回分楼 他有没有修 他有没有悲心 你要很仔细地去学 我想任何一个法都可以让你气露 你只要去观察 这个叫什么 来 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是从世间像看到真实像 叫实像的智慧 那你不能离开世间的一切 世间的好好坏坏 你用冷静地去分析它 不离开悲心地去分析它 这个叫悲至双业 行生般若 般若弥陀使 万法 所以佛陀要我们照见一切世间法 五蕴皆空 颜耳鼻舍身 舍身相位处法 这一切都是世间法 你要得到圣身的佛法 不退阿尿多罗 三秒三不提 就不离开存在的一切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我修行就是跑到没人的地方 少事少业 什么都不用干的地方 那这个修法还是属于个人想法 个人解脱道 但是站在没有佛陀的时代 你得不到阿罗汉的解脱的 没办法的 你只能按照这样去想一想 但是你这个心没办法震到你心里面 因为有佛陀的加持 这个针就像针灸一样 厉害的按摩的人 透过外在的按摩 可以把你内在的血点打通 因为它还有气功 你光你客人的力量 你要得到 那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时间 一切都要有佛的加持 一切都要 所以这一点因为很多知识分子 他有时候会因为很会看书 很会分析 所以他就忘了佛的力量 就像哪怕你今天怎么样的成功 永远要感恩爸爸妈妈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 什么都不用讲我了 但是爸爸妈妈力量还是有限的 但是佛的力量是 千分之千百分之万 随时在加持你 这样而已 所以没有佛的色受加持 没有人可以挣阿罗汉 同样的当然我们要 正的空性 那更是圣神 没有释放诸佛的加持也不可能 但是各位一定要表现到 让诸佛菩萨欢喜 佛菩萨不是要我们巴结他 而是要让我们 祈求他的加持 祈愿他的加持 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凡夫 所以我要插一朵话 我要讲个课 我们要齐情本事 释迦牟尼佛加持 齐情法的加持 而生起大悲心 希望能够把这句 阿弥陀佛念得很好 这句阿弥陀佛念得很好 要死死看 你才会有谦虚 不然你会觉得 我不可一世 不可一世 有时候我听人家在讲法 虽然内容很好 但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到 他在批评我们 他用法在批评我们 他在数落我们 就像我们去监狱说 你们这些犯人 你等一下会被打出去了 我以前去监狱很多法师 海大法师你监狱带我们去 我说进去 你要谦虚一点 你不要说你们这些犯人 你不要讲 人家这些犯人眼睛都比你利的 你这样讲他就排斥你 你要对他生起 自他交换的悲心 好可怜 他强奸自己的妈妈 他杀死别人的女儿 好可怜 怎么样 因为他们那种自我保护 那种像狐狸的眼睛 因为他们随时在里面 都在眼睛各个都很利 什么时候可以散 什么时候可以逃狱 对不对 他不相信任何人的 那你要让这些人相信你 那你唯有一个 大悲无畏 什么都不怕可以 大悲无畏还可以 我以前我进去很多女生 师父你去监狱 我们也要进去 我说你进去不好 你进去他们都不听我讲 就看你 真想把你衣服脱光 他们在里面关了一二十年 就没看过女人 对不对 那怎么办我们还去 穿个海青包起来 那天也不准化妆 弄得很丑 那你就坐在最后面 千万不要坐在前面 坐在前面 他光吸你的味道 就会恶苦不痒 那都不用听我讲课 因为里面的人很苦 他说师父没那么严重 我才知道你做女人那么严重 我们讲课好好的你进来我们就乱掉 因为那男子监狱也开什么玩笑 我跟你讲在监狱里面 正在讲课 突然他们有人跑到厕所 偷抽烟 偶尔全部人都往后看 烟 没人听你讲课 我上厕所 然后里面抽烟 就抢过来 一个抢一个 因为一根烟 开什么玩笑 包括没有的 还要吸个味道 温的味道也好 因为里面是在这种 这种可怜的状态 所以 当然如果你不了解 而且不准备了大悲心 承受苦难 你进去里面 那只是来表演一下 我到监狱跑过了 我讲得很好 我讲得很好 那就是个问题 所以各位要审视动机 就是说 我的起心动力是为了什么 所以各位首先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在坏 再念一下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所以你必须去了解它 100分的里面 有90分是缺点 那你必须了解 那个10分的优点是什么 这个是学佛的技巧 学佛的技巧是 每个众生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你要去学习它 随习它 每它的缺点 你要完全的去帮助它 慈悲它 那你今天面对20个人 你就学到20分的优点 也升起了20分的悲心 这个叫悲智双云 它的优点就是你的智 它的空性是你的慧 所以叫智慧 你对它无分别 但是你可以对它 升起悲心 所以你的观察力 必须很强 所以那这观察力 就是形成 波罗的波罗蜜多士 从世间法 那如果你脱离世间法 少事少业 我不想干扰 太多的世间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成佛的资粮 所以各位要不厌麻烦 入世 菩萨要持行普度 你要入世 从入世里面 离开世间法 离世求菩提 家世求兔角 离开世间法 得不到佛法 离开众生 离开娑婆世界 得不到大乘的精髓 没办法成佛 所以我们是什么 念一下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安住空性 不理大悲 因无所住 而升起心 金刚经的重点 不执着一切 那却充满大悲心 那你要时时保持在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分 在家出家 特别出家 你特别有这个住缘 去让你因为出家 就像各位这几天 出家多好 老公也不打电话 老婆也打电话 接不通 有人还故意跑到接通 宴庆寨主找我 看他接通 我接不通 我都比各位忙 我都不会跑去那边 接宴庆寨主的电话 所以 因为随缘 那是保持慈悲就好了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 一下子 又没打电话来 念佛都没那么认真 念佛 跟元清在主讲话一个钟头 你不会念佛一个钟头了 因为那是满足你的一些 私心 放不下 那各位你就知道 那你修行是为了什么 这些就是苦 修行是为了什么 来 离苦得乐 决定了没有 真的吗 有些人不想离苦 我就心甘情愿给他绑死 我就是师父你什么下课 我赶快回去 他在等我 就像罗刹女 回来 老公回来 下去就被他吃掉 当然各位还是要回家 回家干嘛 杜众生 因为那是你的责任 没办法 你已经有家庭了 你已经有儿女了 你要杜他 这是责任 就像我离婚 但是我对我家庭的责任 我一点都没有放下 请记住这个 不能说对不起我离婚了 我管他的 太狠了 嫁给你还真倒霉 所以你要说跟我认识过的人 都得到我的福报 这一辈子跟我交往过的男人 女人朋友 都永远得到我的回向 那跟你交往 你不能说学佛以后 学佛之前的 我曾经对不起他 我都要跟他跪 各位你要记住 哪一天你要离开你先生 离开你太太 你要跪下来跟他顶礼 因为这个是佛力加持 这样你就可以断世间缘 割亲慈爱就要跪 就像对父母一样跪 所以我要出家以前 我也跟我同修跪顶礼 他吓坏了 他知道完蛋了 这下巴一定出家了 后来我在出家三四个月以后 有个法师 知道他很执着 我也跟他讲 你看到你的出家的先生 你要顶礼 这才尊敬 他也跪 我心里很放弃 他一跪 我知道我跟他事先的缘断了 他心里可能没有断掉 但是我知道这个缘就断了 因为他跪下来了 所以 因为你不然你断不了 世俗缘 那因为跪对我们来讲 是最大的感恩 是忏悔 这样 那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也会让对方很震撼 对不对 所以就像各位哪一天 真实要出家 你一定要在爸爸妈妈面前跪 先做供养 然后再跪 跪完以后 那你要读哪一部经 虽然爸爸妈妈不会同意 但是你读哪一部经 大方等 投入你 然后他就会因缘就会成熟 但是我们还是在 不管在什么状态 你还是在修行的状态 生病的时候 还在修行的状态 所以各位一定要观修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观修 我现在断气了 我现在一个人要走了 没人知道我要死了 那我现在保持正念 所以我现在正念 就是一神意念的阿弥陀佛 回向极乐世界 或是我现在的正念 我要趁愿再来 那你要每天都要观修 你不能等到死 那一幕来的时候 你才 我不能接受 所以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都要有无常想 这个叫骗一切 就是说 观无常不是说 我一直观无常这个道理 然后你在观无常 结果你还拉着你老公 那你要去观无常 你要观的是 你跟你老公的无常 而不是观那个法的无常 你要把这个法的变化无常 用到你现在所 所放不下的地方 那才叫观无常 而不是跳过那个范围 所以不管你爱什么 就是做什么 那这些你要有真实的出力心 全然的放下 因为你不全然放下 我跟你讲 魔就是在找你这个 今天99%你放下 你还有一点想要抓住 它就针对你那边看你 就直接杀你的脆弱处 魔有踏心通的 你一个普通的 鬼道众生老师说 我们超度他 他都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 他都知道你是什么 因为鬼道有这种 这种小小的神通 至少知道你想什么 所以为什么魔会来找你 你只要一个坏的念头 就想啊 对不对 他就来找你 因为他没踏心通 他怎么来找你 你起心动念 他就来了 他就要趁着你起心动念 然后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什么念头 招感什么样的魔鬼 什么样的善念 就招感什么样的护法 所以念头决定 你起心动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